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呢 小妹就做一下蛋挞 好久没有做过了 就是因为今天晚上 小六那里要开家讲会 我就顺便做点蛋挞 拿到学校给她吃 这家我就要装白糖 这个白糖我就 16个蛋挞 我就放60克 60克的白糖 3个鸡蛋 然后就给她搅拌 这个牛奶呢 就要放 一瓶要250克 放一瓶半 放纯牛奶 然后搅拌 就把这个白糖一起放上来 搅拌一下给这个白糖 稍微融化一点 搅拌好了 还要用这个筛来咕噜一下 这样的这样的蛋呢 就比较嫩滑 要鲁鱼倒两斤 要露鱼倒两斤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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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就把它装进来 好了,因为刚刚好够适合装,我就不尝了 好了,去发了 这边拿一点水果去 也不知道他考的成绩怎么样 希望他不在学校讨论,我还担心在裤膛上给老师批评 等一下去看看怎么样 如果他考的不好,就希望他加油一下 明天就考高中了 那我就抒发了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上期再见,拜拜 大家好,九妹今天就要到县城去看一下室内的装饰 那些花花草草,九哥说前面有一家买 现在我就上去看看 里面好多蛇兽啊 以前我跟九哥就是在这个蛇兽读书了 现在已经离开了 这个校已经二十一年了 我都没有进过去看看 今天听说了,我看着 都想起当年我们在这里读书的时候 这是我们学校的校门口 二十一年前呢,他没有那么美丽的 不过现在已经改成这个样子 真的比我们以前漂亮多了 以前我们读书的教室是在这个球场这里的 不过现在那个教室好像不要了 已经倒掉了 现在搞了一个足球场 我想想以前九哥读书的时候 好小一个都没有那么高 不过后来他出了学会之后 他才讲高的 感觉到一张眼睛一照二十多年了 哈哈哈哈 也上了一把年纪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小学生 都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哎,好了好了 现在大家都忙着 为了自己的家庭付出 每个美意都忙碌的 哈哈哈哈 就是来这里看了 你看这里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品种 我会看到这些人 我会看到这些人 在这些人楼上了 不过所有的东西 对这些人 我觉得好多了 我会看到这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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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